接下来是继续刚才的那个动作 就是我们要考虑 这些数列极限的一些性质 简单的性质 那我想这四条所谓的规矩 这个定理的四个部分 大家都应该是很熟的 那写是这样写 如果Limit An等于A Bn等于B 则An加减Bn就等于A加B 相当于就是它是等于Limit An加减Limit Bn 那其他的类似 如果你很熟悉时数的一些 那些所谓的我们的什么分配率的话呢 那些语言的话呢 用那个语言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是一个分配的东西 就是这个A加B 这个Limit是可以分配进去的 它是等于Limit An加减Limit Bn 这个也是分配进去的 Limit An Bn就是等于Limit An Limit Bn 这个看法有时候会方便的 有时候会方便的 意思就是它跟时数的运算 是很配合的 很融洽的 它们没有什么矛盾的 那就是分配进去 就理所当然就成了 没有例外的 那你会看到就是 如果是时数 就是没有例外的 如果这个是容许无穷 正负无穷的话呢 就不知道了 如果一个 当然都很明显的 这个四则的话呢 会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 复杂的数列的 一些Limit 譬如说 如果我AlphaBeta是两个时数 那这样子乘又乘又加 那个Limit就会是等于 就是这个Limit好像会分配进去一样 那就变成A跟B 那就是AlphaA加AlphaB 另外一个 Limit n分之一 我们已经正了 那n平方分之一 按道理 当然同样的方法 类似的方法要正也不难 但是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有这些规则 它是等于Limit的 n分之一乘以 Limit的n分之一 因为各自都有Limit 所以是一个0乘0 就是等于0 就可以利用我们的C部分做出来 对不对 那同理呢 你可以用一个归纳法去给它 给它讲 就是 随便的一个K方 K是正整数 K是正整数 这个Limit n分之一 都是等于0 一定的 一定的 好不好 好 好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是两个Limit的分数 但是不能直接做 因为它是无穷分之无穷 又是另外一种不确定的一个Limit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分子除以n平方 分母除以n平方 那就出现一堆分数的除法 一堆分数的除法 那就每一个Limit 都有清楚的 这个是0 这个是0 所以合起来 这个也是n平方 n平方分之一 所以结论是什么 就是1分之0 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的 那好了 那所有这些的一个 合并 比如说 刚才我写的 这样子 利用这些规则的合并 就是等于 0加0 减1 那就是 这个Limit 这个定理 2.3的一些应用 然后 接下来才是证明 第一个部分 Limit的an加bn 是等于a加b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意思就是说 我的an加bn 扣掉a再扣掉b 这个东西可以任意小 我要它多小就多小 是这个意思吗 我给定了随便epsilon 当一个an够大的时候 我可以 要求 它就小于 这个距离是小于epsilon 那我有的资讯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有的资讯 是an跟a的距离 可以任意小 bn跟b的距离 可以任意小 那所以我当然要利用 我们有的资讯 然后去做这个 未知的东西 所以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等于 an-a 加上bn-b 你利用一些三角 那个所谓的三角不等式 我们会得出 我希望这个小 我只需要确定这两个小 就OK了 我再说一遍 这两个差异可以任意小 如果是行的话 则 这个差异就是任意小 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两个差异任意小 是他给定的 所以 整个证明的策略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我就是 这个谋定 先谋定 后动 现在就动了 那我就有一个ne 我开始懒惰了 所有的n大于等于ne 我的an-a 因为limit an等于a 所以随便一个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ne ne以后的像 差异都小于 二文字epsilon 为什么要二文字epsilon 是因为后面的一些方便 所以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我给定了 你随便给我一个epsilon 我先给它除二 比如说 你给我0.1 我先看0.05 我就利用0.05 来找这个ne 使得ne后面的像的差异 就小于0.05 那这个当然可以找得到 不是吗 那如果你的epsilon 是给我0.001 那我就是0.0005 我的ne呢 是 你可以说 它是根据二分之epsilon 来设的 那这个ne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啊 an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般性的 是一个一般性的状态 反正条件就告诉我 这个ne一定找得出来 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an的状况 那bn的状况也是一样啊 当然了 为什么是二分之epsilon 很清楚吗 如果这个是二分之epsilon 这个是二分之epsilon 那合起来不是一个epsilon吗 填充题 你还记得我们是做填充题的 那 这里有两个正整数 一个是n1 一个是n2 两个是还好 我选一个大一点的 我令 n是这两个数 比较大的 它当然是一个正整数 那 所有n以后 的那些整数呢 它当然要比n1跟n2 要来的大 所以 这个也要对 这个也要对 两个同时成立 满足这个条件的n 两个同时成立 那就成了 那 所以我的an加bn 减掉a减掉b 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an减a 再加bn减b 那是小于 二分之epsilon 小于二分之epsilon 加二分之epsilon 就是等于一个epsilon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了 给定了所有epsilon 大于0 我会找到一个n 通过一个流程 通过一些已知的资料 有一个n n以后的任何数 它都会满足这个东西 小于epsilon 那不是就是limit吗 这个定义 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那就是一个 我已经讲了 是一个填充体 所以命题成立 相减的状况 是类似的 这边也要减 那差异在哪里呢 相减的话呢 你整理一下呢 还是有一个bn-b的 那个像 就是前面有一个负号 但是在不等式的时候呢 就变成是正 那其他就一样了 其他就一样了 没差的 这个证明上面是 好 b部分 要分两个case来处理 第一个呢 是 k是0 k是0 是trivial的 因为左边就是0 每一项就是0 那这个limit当然有啊 就等于0嘛 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做trivial的 我们做trivial 明显 如果k不等于0 如果k不等于0 这个呢 我就给大家作为一个c t 我给一个hint 我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是kan减掉ka 它的差异是k 它的差异是任意小 那 你先谋一下 先设置一下 这个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这个 所以 我希望它 小于epsilon 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 如果an跟a 有非常接近的话 则kan减ka 也是 非常接近 怎么样子去 类似a啊 或者是类似其他的 来设计这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 事实上这个是简单的 如果你熟的话呢 三行就写完了 那 c跟d呢 都是比较精彩的 c部分 我先谋一下 两个数列 各自有limit 那他们成绩 也会有limit 这个limit就是 各自limit的成绩 那 我先谋 先策划一下 我希望 这个可以小 刚才呢 我们加的时候呢 一掐一出来 三脚不等式 就做完了 你就做出来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 一些像 每一个像呢 你都知道它可以蛮小的 现在 这个 an很接近 an很接近 bn很接近 那an bn当然应该是接近了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有的是这个跟这个 你怎么做 那这里呢 有一个重要的技巧 这个技巧叫做 谁知道 这个技巧叫做 加一项 减一项 或者是 减一项 加一项 怎么说呢 先减一项 再加回自己 没变 所以这个等号 没问题 那这个项的选择 一半 像这个 一半 像这个 这样子的话 它们只有共通项 两边都可以因识分解 然后 三角不等诗 我就可以给它拆解 三角不等诗 我是可以给它拆解 对不对 好 那 我知道这个小 这个也小 拆解出来呢 有两个部分呢 是 我们熟悉的 它们可以任意小 那其他的部分呢 会不会小 不一定 b会不会是很小的数 b是任何的 limit 它可能是 它可能不会很大 但是 不见得会小 但是不大就OK啦 因为 我这边小啊 就可以 就可以给它 所谓的 压下来 那这个an 反正它是固定的数 an是比较麻烦的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量 那但是 前面的2.2 告诉我们 an是conversion的sequence 它是bunded 所以 我当然可以 2.2告诉我们 an是bunded 因此呢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m 所有的an比m小 那我加一个b比m小 当然没有问题啦 我就跟m需要的话 再弄大一点点 就是 这里应该有一个上界 那这个上界跟b的最大值 就是我的m 那就OK了 那 所以 我这里呢 是可以 小于m 然后an减a 所以我这个设计呢 就 就差不多成了 我这边可能不是太小的数 可是它是有上界 那 其他的 是 这两个是一个很小的数 那我就可以设计了 我这个填充游戏呢 就可以 开始了 那我希望总的来说 它是小于epsilon 那你就设计啊 我的n1呢 是针对 两m分之epsilon 来找的 这个像 这个像以后呢 那个差异呢 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 这里是一半 这个又是另一半 所以 你出来就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 我当然也有一个n2 那利用刚才前面的那个推导 我 当然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 n 是n1n2的 较大的那个数 然后n以后的那些像 anbn减掉ab 要小于等于 m乘以 an减a的绝对值 m乘以 bn减b的绝对值 两个合起来 每一个 是2n分之epsilon 2n分之epsilon 那这个是 绝对小哦 那我们这些不等号呢 都是非常小心的 有最相等 就有最相等 如果没最相等 就绝对小 那 因为这边是绝对不等式 所以乘起来呢 这个也是绝对不等式 那合起来 当然就是一个 epsilon 那就做到了 就做到了 所以 随便一个epsilon 我的填充游戏 我有一个n n以后的时候 像an anbn减掉an 就要绝对小于 epsilon 那 这个对每一个epsilon都对 所以 我的limit 就成立了 那 这个问题 the trick 就是在 减一项 加一项 这个差异 可以认一小 这两个分数的差异 可以认一小 那 那 做法呢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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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重要的 我要了解 它那个差异呢 通分母 对于分数来说 通分母是常做的事情 然后 绝对值 当然可以分开来 这个是没有什么 什么问题的 那 我们碰到一些 类似的问题 虽然不一样 就是 这两个相减 这四个东西都不一样的 那 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找出这个标准的东西 那 那个策略是什么 也是一样 减一项 加一项 好 是说 前一项 选一半 后一项 选一半 那最简单的那一半 就是 没有N的那个东西 这样子 然后 我们在 考量 这个所谓的 三角不等式 这个 我可以因此分解 A拉出来 那变成是 Bn-B 后面那个 是B拉出来 An-A 那这个蛮好的 以分子来看 它是蛮好的 A B是两个固定的数 那当然 我可以找到一个M 给它大 那就 这个小 这个小 可是分母就是 不好的地方 是在分母 A是不灵的 它是固定一个数 可是An是什么 An是 有没有可能会接近零 这个就是我们要 要 要 要确立的 那 所以 我们在做填充游戏之前 要先 了解 这个An 就是 我希望 简单来说 我希望 这个东西 最后是小于等于 某一个大M 乘以 事实上 某一个大M 乘以 An-A 再加 Bn-B 事实上 做所有这些 这些 Limit的证明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小于一个大M 那这个大M 怎么样找出来 那个核心 就是在这里 好 好 我们先有一个图画来看一看 这个A是某一个点 它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反正它就不会是零 那它可能很跌进零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AN不会碰到零 AN不会碰到零 如果AN的绝对值是大于某一个epsilon 则它的导数就小于epsilon分之一 是这样 那我这个epsilon分一是 这个我叫做epsilon 但是事实上是一个 在这里是一个固定的数 它不是变的 它是固定的 那我这个大M就成了 好 问题是epsilon是什么 它是0.1还是0.01 那这个都不一定对 因为这个A可以是 我们A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希望就是 A附近的一个小区间 那这些AN都在里边 起码尾巴都在里边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它跟零的距离就是 一定超过这一段 对不对 那就做完了 好了 那这个区间怎么选 我选0.1吗 还是0.01 还是更小 事实上选什么都不大对的 因为我不叫A是什么 如果他选0.1的话 A是0.001 如果这个epsilon选0.1的话 我这个A是0.001 那它的0.1的范围 不是就包含0了吗 就不行的 所以 这个epsilon只要跟A挂钩 才OK的 那 你看看我下面写的东西 结果呢 我选这个范围 是 A的一半 这个epsilon呢 是 A的绝对值的一半 好不好 好不好 我选一个范围 叫做 叫做 二分之 A的 绝对值 那它是大于0的 那 在这个范围以内呢 我就有呢 某一个项以后 正整数 它以后的所有项呢 我都有呢 是说 AN-A 的距离 小于 二分之A 绝对值 是这样 然后呢 一个三角不等式 哦 是要它大于哦 我大于这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有可能 将这个AN 绝对值 搬去右边 然后这个部分呢 搬去左边 搬去左边 跟这个A绝对值 给它 削 但是削一半 还剩一半 不是得出这个吗 这个可以吗 那这句话呢 就是重要的 就是我所说的 只要我将这个epsilon 定义是二分之A绝对值的话 我就可以保证 我的AN绝对值呢 至少 它是大于二分之A绝对值 它说它至少是二分之A绝对值 它就跟零 有一定的距离 那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所以我在这个证明里说呢 这个如果叫第一步 这个我叫第二步 第二步呢 是说 是说 结论是什么 AN大于二分之A绝对值 换句话说 AN的绝对值分之一 就小于 A绝对值分之二 那我这个大M呢 就会成了 这个大M就会成了 好不好 好了 我的第三步 就填充游戏了 填充游戏了 在这里呢 我的大M是什么 是 maximum的 这个 2除以A绝对值 然后呢 是2B 除以A绝对值 平方 好 我将A分之一呢 是 套过来 A分之一 只是用这个 带进去 带进去这里 所以这个是A分之二 是 A绝对值分之二 那这个A消掉 所以 剩下来是这个 而这边的系数呢 是A分之二 所以是2B 除以A平方 就是这个 An减A的系数 那就 就OK了 那这个 这个狮子呢 我叫E 好 填充游戏开始 我一样是 要求是 2N分之Epsilon 当我的 An跟A的距离 我可以控制 N2以后呢 它就满足这个 然后 同样的Epsilon 我的N3 以后 我的Bn跟B 也是小于 2N分之Epsilon 所以 我希望以上 所有东西都成立 包括N1 我要希望 这个东西是对的 我也希望 这个东西是对的 这个东西也是对的 那我就找一个 三个 N 大N 的 那个最大的 那个 那 对于 每一个 N以后的东西 我的 敌思呢 就说 我们有 An分之Bn 那个差异呢 就要 小于 刚才已经 盘算过了 那 是 是这个 大M的 我想 不用写那么多了 每一个 每一个都小于 2N分之Epsilon 所以合起来 就是N分之Epsilon 这个是绝对小的 那 就完成了 哦 所有的Epsilon 大于0 我都找到 这个大N 通过 以上的 那个流程 大N以后 的N 都会满足 它的差异 绝对小于 Epsilon 我完成了 这个证明 有没有什么问题